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看 今天呢 準備了總共有六個都是用彩虹出來的顏色喔 好囉 我們先把紅色給壓的扁扁的 然後呢 按著我們這個模具 切割下來喔 切割的很整齊 手可以壓著一下喔 耶 這是我們第一層 它叫做紅色 我們也很快的再做另外一條紅色喔 好的 我們放在旁邊去喔 然後呢 一片一片的做出來 小朋友很簡單的 好 這個是黃色 也是把我們的模具放上去 然後 切割下來 耶 好開心喔 好快就已經形成了 哈囉 還有是我們的綠色喔 今天的綠色有點點深 希望小朋友你們還是喜歡喔 好了 我們把它切割下來 耶 你看 這是我們的綠色 這是我們的綠色 還有就是我們的藍色喔 聰明的你們都知道 下一個就是紫色 喔 藍色好了 是不是覺得很美麗啊 我覺得啊 它做起來呢 已經很像天上的彩虹 這是我們最後一個顏色喔 哈囉 那要把它放回去疊起來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分整齊齊的好好看喔 好了 我們要做一個外皮喔 它當作我們一個很好吃的外皮 今天啊 姐姐準備的是草莓 所以啊 我挑的是粉紅色 好了 我們把這個七層冰棒呢 放在中間 用這個外皮把它包起來喔 然後把它裁剪一下 變成一個真正的冰棒喔 還有就是把我們的輪廓給弄出來 這是我們白雪公主的輪廓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還有就是拿出黑色的 這個黑色呢 等一下擋住她的頭髮嗎 我們來瞧一瞧吧 真的是她的頭髮耶 真的是她的頭髮耶 好棒喔 好開心喔 耶 再來是我們把那個 比較白色的塗得多 把它弄平平的喔 因為啊 猜猜姐姐等一下要做什麼 先賣個關子 小朋友猜到了嗎 這個呢 就是姐姐 準備要放在她的那個袖口那裡 但都是她的衣袖 領子喔 小朋友記不記得 白雪公主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呢 她穿的呢 就是藍色跟白色領子的衣服喔 非常非常的看起來 很端莊也很高雅吧 現在把我們這個藍色呢 配上去喔 好開心喔 你看 好好看喔 而且呢 好工整喔 我們五官也放上去囉 小朋友喜歡嗎 耶 我們把白雪公主的文廓再切個一下 把它拋出來 好了 跳出來之後呢 補上去喔 耶 太簡單了 小朋友有沒有覺得 跟我們藍色很容易呢 如果喜歡我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讚吧 把我們的冰霸插進去囉 咦 來塗上一些 閃閃亮亮的東西 在她的外面喔 哇 真的好美麗喔 真的好捨不得咬一口喔 真的好捨不得咬一口喔 好了 我們拿出我們一個圓形的模具 把它切一下吧 太棒了 今天的白雪公主 冰霸大成功 小朋友記得幫我們點一個讚 而且要跟我們評論 最重要是留言給我們喔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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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